字幕作為王者 李博文貴 俗美 范麗 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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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範例是要教同學怎樣去做筆刷效果 什麼筆刷效果 像這樣 就是去塗一塗 拿刷跑出來 整邊跑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像這樣效果要怎麼做 那一開始呢 當然要先去開新個檔案 那因為我現在這張圖片它的寬度是600x400 所以我就先把我的舞台大小配置的跟我圖片一樣大 這樣我才不用再去做調整 然後呢接著我就按匯入 去把我的圖片匯入到舞台上 我是用這張圖 那匯入之後因為我需要它對齊左上角 所以我把它的X跟Y都調成0 然後這些這張圖就可以鎖起來了 然後因為我要做筆刷 筆刷我會新增一個圖層 所以我在這邊會先去新增一個圖層 然後呢我先再隨便找一格去把影格增加上去 反正不夠我們再加就好 然後接著呢我要先去做第一筆的筆刷 我第一筆刷做出來之後呢 我就可以去把它複製出來 那這樣它就會變成很像是很多筆筆刷 所以這邊呢我在新增這個圖層之後 我就去用筆刷工具 然後因為我希望我等一下筆刷可以有些變化 我這邊暫時不要用物件繪製模式 那你會發現啊 Flash的筆刷很小 它最大就是這麼大 那怎麼辦 如果你想要畫更大筆刷的話 反過來把圖片變小 因為你會發現它筆刷沒有變小 所以這樣你就可以畫出比較粗的線 所以譬如說我就這樣子去畫過去 那這個顏色是什麼其實沒有很重要 那接著我再把它放大 我們來做編輯 那這邊的話呢就會變成說呢 我現在要把這個筆刷反過來 去做動畫 就是說我希望去畫 做一個這樣刷下來的動畫 但是我的做法是我會做阻隔動畫 然後先用反過去的方式做 再把它反轉 那這邊的話 因為我希望它刷的時候不要是都圓圓的啦 就是說 我想要做有點像那個毛筆的那種筆觸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會刻意去用鉛筆工具 我用鉛筆工具 然後呢去做畫圖 那我現在就想像這個是畫完嘛 那畫完的前一步當然就是少一點 所以我按F6 那因為我這個動畫是要上面刷下來 所以倒回來就是這樣上去 然後我就這樣子畫一條線 畫個線 然後我用選舉工具把這個底下的東西刪掉 刪掉 然後再把線選起來按CtrlX 剪掉 因為我等一下要再放上去 那接著再下一格按F6 增加關鍵一格 然後我按CtrlV 把剛剛這個線貼過來 然後就稍微把線調整一下 然後再把這邊刪掉 再把線選起來剪掉 然後這邊呢再去增加關鍵一格 你就會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你就可以去做那個筆刷 刷出來的那個效果 那當然如果你先希望它的那個角度 可以稍微轉一下 你就可以這樣子調整一下 像這樣子 那這邊我就不調整這個了 我就是直接用同樣方向 然後記得那個線要把它剪掉 就留到下一格去把它做編輯 那就用這樣的方式呢 去把那個一格一格 做出它那個一格一格的效果 一直新增關鍵一格 然後每一格的那個筆刷 就是小一段 小一段 小一段 好 那到這邊的時候呢 這邊就最後一段了 就把它最後一段了 那因為就沒有再用了 所以這一個呢就F7 就整個空格 所以你這樣看的時候呢 把它就這樣收上去 好 那如果我可以把這筆刷倒過來 倒過來跑的話 它是不是就會長出來 所以我把這邊影格選起來 按右鍵有個東西叫反轉影格 好 那因為剛剛這邊都空的 它會跑到最後面 沒關係 我們就把它搬到前面一點來 好 那這時候你就會看到 它是這樣的效果 好 我現在把這個圖層轉換成遮色片 好 給同學看一下 它效果會變成這樣 好 筆刷刷下去 好 可是因為我要好多支筆刷 我要好多支筆刷 所以我得把上面這個東西 去轉換成元件 好 那現在暫時就不要用遮色片 因為這一邊呢 還不是真的遮色片 我就把這一段 把它選取起來 然後我這邊呢 按右鍵 按複製影格 然後我要把它轉換成元件 所以呢 我就這邊呢 去新增元件 那筆刷的部分的話 我會建議同學 你去用圖像 這個等一下會解釋為什麼 總之這就是基本筆刷 按確定 好 確定好之後呢 我就把這個筆刷呢 貼上影格 貼上影格 然後我就回到場景上 然後我再去新增個圖層 那上面這個圖層 我就先關掉 然後我就把我基本筆刷抓過來 抓到這個圖層裡面 好 那你想說 用圖像 為什麼要用圖像 用圖像的好處是 你在畫面上面 拉時間軸的時候 它其實是會可以同覆播放的 那這樣子你可以比較方便的去調它的位置 所以譬如說呢 我覺得它位置其實應該要在 可能是這裡 你甚至可以把它稍微轉彎一下 好像這樣都沒有關係 好 那這樣畫的好處是說呢 等一下呢 我就可以把這個筆刷去複製好幾塊 所以為什麼我這邊要去把它改圖像 那我下一步就是要把它刷成好幾塊 所以我就去複製這個筆刷 複製方法是按著LT移動放開 那因為我要刷上刷下 所以我就把它倒過來 再倒過來 像這樣子 你看你要它刷幾筆 那當然我現在是沒有把它變大變小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有粗有細 你就像這樣把它變細 然後可能下一筆呢 你就去把它變得更粗 類似像這樣子 那它的變化會比較多 會比較多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它塗滿的話呢 你就這樣子最後把它全部都蓋滿 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這邊就大概蓋到這裡 蓋到這個地方 好 來蓋好之後 我們現在試著 來把這一層變成折射片 那因為上面這一層我不要了 我就把它丟掉 我們按Ctrl Enter來看看 你會發現跟我們要的不一樣 對不對 原因是因為折射片這一層啊 它只能夠允許一個元件 一個物件而已 那對現在這個圖層來講 它只認得第一個 它後面是不認的 所以呢 我現在要把它變成一個物件的話 我就是把這個元件全部選起來 然後去把它轉換成元件 那這邊的話 我們請你先選影片片段 直接選影片片段 按確定 好 你現在在按Ctrl Enter 你會發現為什麼沒有 因為影片片段呢 我們現在到元件庫這邊呢 進到這影片片段來看 它只有第一格 那可是圖像它會跟著時間走跑 所以這樣會不夠 所以呢 我就去在第25格這邊呢 我按F5去增加 一格一般一格 那這時候你可以去看一下 到第 它其實在第10格 在第10格的時候就夠 我其實不要它一直重複跑對不對 那沒關係 你可以不用讓它重複跑 比如說到 這一個 那這個時候 我只要選這個全部的圖像 然後到屬性這邊呢 到屬性這一邊呢 選擇這個物件 然後呢 去讓它改成是播放一次 那這樣它就不會一直重複了 我就不會一直重複了 就只會一次而已 然後現在再回到場景上 再回到場景上 然後你再按Ctrl Enter 好 你就會發現 那個效果就出來了 但是呢 它還沒有錯開嘛 所以它看起來像是一起畫的 所以我現在要再針對這個元件呢 來做個編輯 所以就在這個元件上面 快速點兩下 快速點兩下 然後呢 我要把這些物件呢 把它按右鍵去分散至塗層 分散至塗層 那通常第一個的話 會在最左邊 第一個會在最左邊 通常是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子 一個一個錯開 一個一個錯開 那我這邊我可以先點進去去看一下 它一個動畫有幾個 我這個動畫有9個嘛 所以你在錯開的時候 你就要記得 你就是每10格錯開一筆就可以了 就是每一個都是10格格10格格10格這樣子 那這個是取決於你的筆刷到底做了幾格 去做決定說到底他們的間隔是多少 那我這邊呢 就去都把它都錯開錯10格 那都錯開之後呢 不是只能錯開 它這個最後這邊還要再去新增一般的影格 所以就在比較後面這邊呢 去新增一般的影格 一般的影格 好 我現在回到場景上 再按Ctrl、Enter 我就會換出這種像這樣子 筆刷的效果 那筆刷的效果就是利用遮射片的方式來做